各位同學禮拜天晚上愉快 明天要上班了但是 因為居家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可能會變多 所以不見得一定會出門上課 不是出門工作 我明天是沒課啦不用出門 那今天防疫在家 一如往昔 自癌醒 然後呢 洗洗衣服 看看書 看到一半定證 看看書 呃不錯 看到十四夜了 然後呢歸西大把睡睡覺 晚上呢吃個豐富一點的防疫餐 今天的防疫餐不錯啦 呃 把最後一杯一杯米 生出來 然後 做了 番茄豆腐炒蛋 烏飯 加上昨天剩下來的一小鍋湯 然後 呃昨天煮了紅豆湯 然後放涼之後當作甜點 吃了半個木瓜 應該講四分之一個木瓜 今天就非常充實了然後 休息休息 準備要錄製今晚的 呃單元之前 呃 呃 Jabwaki Taper同學留了一個兩個小時之前留言 我就先來做個簡單 簡短的問題解答 然後呢 再晚一點 我看看是回到 Jack Wills 或者是其他的 像 Tuesday with Mori 啊 的單元 是狀況來調整 先來看看同學問了什麼問題 兩個小時之前 身為老師的資深觀眾最近又回去觀看以前的影片 老師有提到聽血是加強聽力的唯一方法不知老師是何時頓悟此真地 呃我沒有頓悟啊一向如此啊 那 我碰到的很多學生就是 聽英文自己猜 把中文的意思猜一猜因為他只大概聽懂一兩個字吧就用想像力猜 那你中文也許 胡說八道亂槍打鳥會講對一點點但是英文你叫他寫出來他寫不出來 所以這個都不算是 你懂 呃英文你這樣亂開口講 有時候有勾沒有通或是越勾越不通都有可能我們不建議這樣的做法 但是全台灣在 寫聽血的人大概 有能力上聽血課的大概剩我一個而已啦 要不然就是我教過的學生 哈哈 換句話說 你要玩假的 那怎麼用換聽都可以你要真的聽力你想要好好的 把英文做一個提升 當然是聽血 你說我何時頓悟我不用頓悟我本來就是 用大腦聽血啊 我聽別人怎麼講我在大腦裡面是轉換成英文字 然後呢 再回覆 只是 你要我聽血我只是把它寫在紙上而已 寫比較慢啦用大腦 想比較快啦 但如果說同學能夠用大腦想得出來寫就應該不會有問題 頂多是拼字拼錯 頂多這樣而已 那這個是 練習英文 母語不是英文 練習英文的唯一方法 才能夠練得好 否則大概就是一般的江湖速式這種水準啦 但是不說就夠用了也夠用 因為大部分學英文的人不是就是想騙騙人而已吧 他不是真的要把英文學好嗎 因為他覺得學好太累了 他只是想騙騙人啊這樣子 騙人是夠啦騙人你只要隨便耍兩下就可以了 但你真的要用我還是會建議聽血啦 但是 我以前的學生10年前的學生 呃訓練聽血蠻扎實的 後來因為市場變化的關係 我就不教聽血了很少除非同學特別要求 否則都只是點綴點綴 當這個開胃小菜 示範一下 同學決定要做自己做 或是特別開這樣的課 否則就算了就用同學最方便的方式 這樣子是市場性我會稍微大一點 這樣子 所以這個不是何時遁我一向如此 差別是說 你 我不知道同學是英文怎麼練的啦 電到最後我都 覺得很想研究一下同學那樣練 算是在講英文吧 因為母語不是你的外語 就跟我們中文是母語 你講我肚草餓 你不記得一定要把我肚子好餓寫出來 因為有時候餓不會寫 啊 那個筆畫太多了 但你還是可以溝通 甚至用輸音符號餓 人家也聽得懂 那是因為那是你的母語 以口說為一個基底就可以了 你是文盲都可以活得下去 但是不要忘了英文不是你的母語 是另外一種語言 你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會變成 呃就是 半吊子啦 所以我會建議說 呃聽寫 這種Dictation 你要打底 呃還是要好好唱一下 所以我我不是何時頓悟 我一向如此 我學英文就是這樣學的 我跟同學不一樣 同學都是 各種祖傳秘方 呃 吸取百家清華 在那邊弄半天然後 各家各派都有弄了半天 好像 這個比較好你就頓悟了跑過去 欸好像又錯了 頓目了再換一家 你一直在換 我是從一而終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沒有頓目的問題 之前的七年也是持續聽寫去練嗎 我不用練啊我跟你講 我跟同學講講過好多次我是用大腦聽寫 我是因為上課我要示範所以我才寫出來 我才變熟寫 意思是說 我本來是用心算 但是為了要教學的時候我改筆算給你看 我只是這樣而已我不需要練我還有什麼好練的 那所有的練都是為了要能夠精進 我我已經可以溝通我英文跟中文是差不多的我 我不需要練的 你們要練啊 好這樣子 那 聽寫是因為我 呃教學上面需要示範 我教同學聽寫我總不能自己不寫吧我會有做寫音 有時候我在明治科大 呃一開始 在 呃前幾堂課我也會 讓同學訓練聽寫 但你總不能叫同學寫你不自己 用白板黑板寫給他們看 要怎麼聽寫那是一個示範 教學一定要用到教學的工具 教學的器材 把方法做一遍 但是示範 我有時候是教學需要我示範 事實上 我不用寫我也會我不需要練啊 這個這個已經內化還需要練嗎 是你們要練不是我要練是我要教你們練 不要誤會啊 又老師是訓練到怎樣的程度才終止我我沒有練啊我就是用大腦啊我就跟你講我只是心算換比算而已啊我一開始就是用心算的所以我沒有怎麼練 我是直接 呃想好了我把寫出來而已 但是你想好了寫出來聽完想好寫出來你也要 spelling不能有問題 才有辦法寫出來 那心算當然比比算快很多啦 所以你們要接受專業的訓練我不用練因為我一開始 學英文我就是用大腦去把所有 聽到的 寫在大腦裡面然後 把他的音反覆的 再模擬出來 這種叫做你講的前面我們講的 shadowing也可以 但我基本上連shadowing的過程我都很少我就直接對話 呵呵我不需要把他的話重新講一遍給他聽吧我是回應嘛這樣子 那如果同學 要練到一定的程度 至少要能夠 基本的對話這個部分 要能夠 寫 當然不可能全部寫對啦 八成 就夠了因為我們溝通不見得要百分之百多對 八成就可以溝通了 一獲之金人 難贏硬血的苦練呢我學英文沒有苦練過啊同學一直 誤會說 英文要苦練頭銜糧追刺骨 喔這種叫做焚高祭鬼日以祭夜 披心待躍 才苦練得好 你又被騙了 學習是樂趣 當你要去很苦的練的時候表示 你已經不是在學習了 你在做苦工了那個效果都很差 所以同學應該又是不曉得看了什麼東西認為學英文要 囊銀硬血 頭銜糧追刺骨 臥心藏膽 焚高祭鬼喔這樣搞 那永遠學不好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同學又 悟悟歧途看了一些 古法煉製的東西 學英文是愉快嘛 你看這種東西如果 如果你會覺得痛苦的話你可以看完這一本嗎 500多頁 不可能吧 你可能看到最後就自殺了有可能 或是發瘋了進精神閉樂了都有可能 所以 學英文是樂趣 不是苦練 這你就錯了 不知道老師是否給我們 深深學子一些建議 我的建議是學英文輕鬆學嗎 當你要去 抓螢火蟲 在月光下面 用雪反射的 這種 光影 光線來看 你受了 中華文化儒家思想 臭老酒 的 這種 荼毒 你又搞錯了 中文可能需要 中文要先從三字經 百家姓 慢慢搞 英文不是這樣子 要練到什麼境界方可暫緩 語言就是一直用啊 用就是練的一種 你緩 緩就是你停止使用了 你就開始逗退路了 所以他不是要練是你要用到什麼程度 但用你要正確的用啊 你不是胡說八道 那從同學治理行間 斑斑血淚 知道Jabwaki Taper已經陷入 一種 激進 反骨 跟 那個 不知道是哪一國 不知道是北歐來的國家有個吶喊 叫孟克還是什麼 是不是已經到那個境界 學英文不需要 學英文就是好玩吧 你看我玩得多愉快 這好玩吧 用嘛 他不是要練是用 那你說為什麼我要練大家 是因為同學走偏了我要稍微把你喬回來一點 練教你個方法你回家自己練就好了 所以 他是方法我示範給你看 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的建議是放輕鬆學啊 你當你要投懸糧追刺鼓的時候痛不欲生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那種 玩法是進京趕考 叫做苦讀 所以 苦讀這兩個字只有 只有在我們國家跟對岸看得到 表示你既然要苦 才能讀 你就已經不是在學習了 你是在虐待自己 你有被虐狂嗎 那我們很遺憾的是看到我們所有的考試設計都是要用苦讀才能考得上 所以我們有一堆 高普特考考進去了 一點就是篩命很苦的樣子 那種梨花帶淚 國運怎麼會蒼龍吧 難怪我們的台鐵一天到晚出問題 我們的華視一天到晚 出問題我們的工廣集團只要有工的一天到晚出問題 就是公務員就是苦讀苦進去的 我沒有怕破話推崇 用同樣的方式玩英文 就會變成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所以我會建議同學學英文要 不能用 進京趕考 的方式 如法炮製 否則你可能可以用 難贏硬血的方式考上台大 你不見得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把這本書看完了 又一本了 管研研又多了一本書可以挑戰了 好這樣子 好 希望我檢查完了 13分鐘 感覺好像太敷衍了 我再重新看一下有沒有遺漏 那我會建議說如果同學 並沒有聽寫的要領跟方法 你也覺得不得要領 後面列了一些 道具 真的道具 可以來上課 我來示範 教導你怎麼在家就可以用 聽寫的方式 來自己練習 很簡單 就 放 錄音代碼 用簡單的 慢慢進到難的 來聽寫 那你不見得每個都要寫對 你只要八成就可以了 看看你寫的句子結構對不對 有沒有自拼錯 為什麼會寫錯 好這樣子 那是不是唯一方法 應該講唯一有效方法 不效的就 胡說八道亂聽換聽就好 所有人全部發瘋了 你就不認為你瘋了吧 大家都用投了方式把自己搞成杜鵑窩你就不會認為你怪了吧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 問題是你要選擇這樣的方法嗎 那我沒有什麼動物我一向是心算了 心算改筆算而已 那你們如果不習慣一開始沒有用心算你就反過來玩從筆算弄回心算 所以聽寫就是筆算的一種 然後你用心算 大腦來寫 直接對應講 我是已經到心算的階層了我退回筆算是示範給你們看 只是教學需要不是說我在練 不要誤會 好我相信我解答完了 那如果同學 還是有其他問題的話歡迎港修夥博 用線上的也可以 我來 直接 用示範的方式讓同學知道說要怎麼練習 好希望有解答到同學問題 那我們今天禮拜天 版的簡短版 回答問題就希望能夠 解答到這個地方講的不好或是同學覺得我在 胡說八道 參考就好了我講的不覺得都對 全台灣九成九以上的人覺得我在胡說八道覺得我是神棍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稍晚 我再回到可能是Jack Welch的Wennet 或是其他的我再來調整一下 因為現在時間還早 8點40而已 我們再稍微休息個一兩個小時 讓我消化一下 我今天的房音餐真的吃太飽 稍晚再見 感謝同學 晚安 晚安